大家好 我是一个三胞胎 三个人表演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少说一点 词 为了跟网免合作 我们特意去学习了音乐 没学会唱歌 但学会了如何表演音乐 其实我们想和网免合作呀 是因为我们觉得女生在生活中 有很多话 不好直说 有很多想法 不方便说 所以我们就打算让网免把这些话 说出来 就比如说呀 我特别讨厌在夏天穿短裙 因为穿短裙太热 但有男生会说 你们穿短裙还说热真矫情 我们还要穿裤子呢 其实我穿短裙 比你穿裤子热多了 但我没法跟你解释 我没法跟你开口 我真想对你说 老娘比你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 打击裤 打击裤 这感情就像你夏天穿着短裤 里面还有条短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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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拉底裤 我走的每一步都会像巴黎联盟路 走 还有另外一种场合 我们也会感到很有压力 那就是饭局 尤其是那些男性浓度过高的饭局 因为那些男性啊 都太会表达了 而我们只有在表达以下观点的时候 才会受他们欢迎 是 对 哇 是 对 真的吗 是啊 对啊 好有道理啊 好 啊 啊 你好 你多美丽展现了吗 我真想为你鼓掌啊 你的格局最大 地球容你不下 要看你一比我们就是个国家奖 哈哈哈哈 还有些时候啊 有些人一句话 就能让我们不舒服 比如 当有些男生提醒我们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不刮腿毛啊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我的腿毛 找到你了吗 比如当我们 极心打扮了去上班 有同事跟我们开玩笑 你上班还打扮得怎么好看 是为了给我看吗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那你穿得这么长 是为了多谢我吗 但如果我们不打扮去上班 老板又会说我们 你上班怎么不打扮呢 这样会让我觉得呀 在你心里 你并不尊敬我这个老板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怎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最后这种情况啊 跟前面这种都不太一样 如果你也经历过 就绝对不可能忘掉 那还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一天我快要走到寝室楼下 突然跳出来一个男生 蒙住我的眼睛 把我拉到暗处 当我在此睁开眼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横幅 那个男生抱着吉他 单膝跪地 周围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路上的人 路上的人 宿舍楼上的人 都开始喊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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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完全说不出话 但是我的心 救命啊 好尴尬 越黑风高冒得绑架 你准备了这么多蜡烛啊 快闭上你的嘴巴 不要再唱歌了 你以为男生会弹起他 可别的帅吗 其实我们今天 之所以想呈现这段表演 就是因为我们感觉 不只是女生 很多人包括我 生活中都有很多时刻 你不敢表达 因为好像比起自己 我们会更在乎别人的感受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解读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在乎别人 有没有给我们投票 但我们今天就不怕了 因为我们 想被投票 也没有资格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杨丽 到半决赛了 不使劲不行了 你们也能看出来 今天我这个劲都使到造型上了 有点越努力越心酸的意思 他们跟我说杨丽 你这样做会特别像乘风破浪的姐姐 结果我现在我觉得 我特别像赛车场上的女郎 感觉我手里就插一个小旗的准备 随时说Ready Go 录节目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我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你知道上一季我录节目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那么认真的化妆 你知道当我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那个 花了两个多小时 化上了全妆 带着完整妆发的我 脑子里就闪过四个字 就是没有必要 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们这种常年不化妆的人 突然第一次猛的一化妆 就会显得年纪特别大 我当时那个蓝色小碎花一穿 然后那个头发在那一卷 你就感觉我今天不是来说脱口秀的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参加的还是女儿的婚礼 我仿佛就看见时尚之神 就算不远处向我招手 只不过是以交警的手势说No 我大概真的很难洋气起来了 比如说上节目 上大学都没有改变我 我大学是在一个设计学院学设计 我跟那个学校真的是格格不入 开学第一天我就听见一个同学说 他家养猪 我听完贼兴奋 因为看了我的观众知道 我家是养猪专业户 我当时想说这就是同道中人 我说你家养猪 我家也养猪 他说是我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你呢 我说我家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可爱吗 我说好吃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 你知道我就是不管我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骨子里永远是个农民 平时为什么我老穿T恤牛仔裤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看 而是因为我潜意识里觉得 这样穿干活方便 就是我穿个宽松点的裤子 卷起来我就可以去插秧了 不时尚这个事儿 真的也不能全怪我 我从小到大 对衣服就没有自主选择权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买过 一件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买的所有衣服都是我妈觉得面料好的那一件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衣服只要到我妈手里 她只要轻轻那么一搓 她就知道面料好不好 我想说你那个手是制剪仪吗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她跟导购在聊天 你知道吧 她说这两件衣服怎么办 那个导购说 这件两百 这件一百 然后我妈说杨丽 这件面料好 她说你摸 你摸 你看 特别轻薄 我说是 那一张一摆的肯定比两张一摆的摸起来轻薄 对 开灯啊 没人开灯啊 我觉得杨姐讲得特别好的时候 手部动作会非常丰富 她会这样一直切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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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那些打扮特别夸张的那种时尚潮人 我都特别羡慕 我说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潇洒那么自由 难道他们都没有父母吗 她全身上下 从头到脚 所有的东西都在向你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这辈子有没有人管得了我 别说你了 连精神病院都不敢抓我 然后我就只能悄悄地溜过去说 我的衣服面料好 我还特别羡慕那些时尚超模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品位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身材好 就是足够平 我太想拥有这种身材了 我这种身材特别酷你知道吧 就显得这个人特别有骨气 就是他身材存在的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在说 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长什么 我好恐怖要 翻上去 靠这个翻上去了 这个我觉得很稳了 我觉得很稳了 你们是不是常常听人说 时尚是一种态度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态度 就是这种态度 我现在也想开了你知道吧 什么时尚不时尚的 我觉得不时尚就不时尚的 不重要 因为那些时尚的人士 你看他们 他们都显得特别不开心 你知道吧 因为他们拍照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就感觉精神状态非常差 感觉每个人都是张博洋 你知道吧 拍照的时候随时都在说 哦不行了 生活让我头痛 别说了 我准备要退赛了 只有这样你才能时尚起来 你知道很积极阳光的人 是很难时尚起来的 没有一个超模 在拍照的时候 内心就是忽然 然后说我一定要赢 你这是太厉害了 这件衣服棒 不够棒 而且它面料好 好谢谢 大家好 我是斯文 对 去年那个脱口秀大会结束之后呢 我以为我不会参加这场的突围赛了 我还以为我的演艺生涯已经腾飞了 我甚至去参加了央视春晚的录制准备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脱口秀演员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春晚淘汰演员 她们之前都叫我脱口秀太后 被淘汰之后呢 她们现在都叫我春晚淘汰后 这个有点啊 过分了啊 过分了 可以来个 来一个副衣盏 对我当时呢 她其实准备在春晚上 讲我姥姥喝咖啡的段子啊 当时表演之后呢 导演给我说 她说这个段子不错 但是呢 你一个人在这个春晚的大舞台上 显得有点单薄 这样 你能不能把姥姥一起带过来 我说现在这个春节可能来不及了 等清明的时候我可去给你问 然后导演当时觉得呢 我一个人讲脱口秀还是太单了啊 导演就决定把那个 我的脱口秀跟一个魔术结合在一起 就是春晚上那个魔术 大家看看啊 然后当时导演跟我说 她说这个箱子啊 到时候呢 七个美女会从里面出来 等七个美女出来之后呢 你就从里面钻出来 我心想在我心中 这难道不是八个女人一次出来吗 为什么就是七个美女出来跟了一个我 这个节目难道叫美女与野兽吗 而且呢你知道前面那个美女出来的时候 都是有造型的啊 她们就是劈个叉啊 什么吓个腰啊 当然导演跟我说 他说我们这个节目的是需要美感的 这样你出来得有个亮相 那个你会后空翻吗 我当时想后空翻 我想这个导演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脱口秀跟二人转的区别 我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好想学习后空翻 而且我当时还故意逗那个导演 我说我可以后空翻 我说我出来的时候 啪啪啪翻几个跟头 喝三瓶啤酒 祝各位老铁长长久久 越后越有 导演当时看着我浮夸的表演跟我说 你真的会想脱口秀吗 但是呢虽然那个节目压力很大啊 但是我觉得比较爽的一点是 那个魔术呢彭于燕也在 当时的那个设计是彭于燕要从箱子里面拉着我的手把我请出来 哇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真的是既兴奋又紧张 我在想我在春晚的舞台上跟彭于燕手拉手 我不是得被骂死 我当时连开场白都想好了 我一出来我就说 嗨 各位姐妹大家好 知道我跟彭于燕手拉手的时候 你们生气吗 想骂我吗 如果想骂我的话 请按摇空气上的1 然后按1 嘿嘿 不好意思 还是我 后来呢我真的见到的彭于燕啊 特别的开心 哇 彭于燕又高又帅 浑身肌肉 哇 你就感觉空气中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 然后呢 而且彭于燕见到我说话非常的温柔 彭于燕一见我就说 你好 斯文大姐 我那一刻非常的幻灭 那种感觉就是 你终于见到了你的梦中情人 她却叫你一声大姐 我当时所有的荷尔蒙都消失了 我当时什么都不想干 我只想给她烙饼 而且那个节目之后还有一个男神叫吴磊 当时排练期间 对 当排练期间 有一个记者采访我 他说 斯文你的身边有这么多男神 你觉得谁最帅 我当时彭于燕啊 吴磊叫朋友 吴磊对不起 我伤害了你 我觉得这也不能怪我啊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这辈子有一天 会在吴磊跟彭于燕之间做选择 这个选择真的太难了 你说这个选择 简直不亚于在王建国 跟忽兰之间做选择 居然没有我 有我吗 用卓 而且王建国跟忽兰 怎么会想到 他们能跟彭于燕 出现在一个段子里 当然了 我还是很有实力的 大家知道春晚 一共有四次大连排 你们知道 我是在第几次才被淘汰的吗 第一次 对 第一次 我当时凭借自己的努力 给自己争取了很多 回家过年的时间 我当时被逼掉之后呢 我还去找张老师 我说张老师 我被逼掉了特别难过 您能帮我找找关系吗 张老师说 啊 斯文这个没关系啊 我没关系 当时被春晚淘汰之后呢 我感触非常深刻啊 我觉得人还是要多精力 就是不管输赢 我现在觉得 我已经是一个 见过大风大浪的女人了 我现在觉得 我跟张雨琪一样 我们俩都是 乘风破浪的大姐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